小炎 小炎 醒过来 用你的坚韧战胜一活 不要放弃 我家小姐 是云兰宗宗主云运 最看重的徒弟 岂能有个废路照 你我 小炎 你竟然不愿让萧叔叔 颜面受罪 那三年之后 你到云兰宗宗宗我挑战 若我赢了 你我归室 当场作备 不能 放弃 我 必须成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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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啊 纳灵 能在内体内开辟一个特殊空间 用来储存一活 萧嫣想办法把火种赶进南陵 去南陵村 这国气息怎么忽然变强了这么多 莲花一伙虽能提升战斗力 可并不具备提升等级的功能 莲花一伙看来是成功了 成功了 成功了 我成功了 老师 我成功了 我看你似乎变了很多 伤也全好了 感觉很棒 我感觉自己全身充满了力量 尽全力打我一张 让我感受你现在到了几星 老师 我来咯 竟达到四星斗石能力 你做了什么 四星斗石 我进入空灵状态 恍惚中 好像看到火种 在为我修补铁内经脉 原来如此 真是个幸运的家伙 这难道不是莲花一伙带来的好处 做梦呢 莲花一伙只是在日后逐渐熟练控制后 才会有好处 短时间内并不会对实力有任何增幅 你这种情况 我还是第一次见了 不过可惜 你若是斗灵或者斗王 再猛标几星 那才真的是赚大了 表道四星 我已经知足了 若再高 我的身体适应不了这个强度 毕竟不是靠自己一步一步修炼来的 不错 直到适可而止 来 试试你的本源火种 清廉地心火 谢 我硝烟终于拥有了异火 对了老师 有了异火 是不是立刻就能锻造坟绝 先别急 任何事讲究的是一个平衡 今晚吞噬异火 已经耗尽了你的精力 先休息一天 杀织佣兵团欺人太甚 当街绑走清廉 真当我们墨铁没人了 大哥 我立刻带着兄弟们 去找罗布要人 站住 杀织佣兵团最近实力暴涨 除了罗布这名大斗尸 又突然冒出另一名大斗尸 石墨城有两家中型佣兵团 刚被他清理干净 炮了个球 大哥 我们墨铁可不是从过 二弟 团长 不好了 雪岚 雪岚 怎么回事 是谁上了你 杀之佣兵团 他们包围了我们的驻地 放言 一天之后 我们若是不归顺 他们将血洗墨铁 我是不归顺 罗布 龙 空气中的热量已经到达最低点 现在是一天中温度最低的时候 虽然对你用异火锻造坟绝帮助盛围 可我们也不能放弃 小妍 可以开始了 嗯 锻造坟绝为是我帮不上你 这一切只能靠你自己 放心吧 老师 你是修炼坟绝的唯一艺人 此功法是否具备成为天界功法的资格和潜力 一切需要你来衡量 按照卷轴所言 要进化此功法 必须不断吞噬一火 清廉地心火的吞噬已是九死一生 若坟绝无法进化 便放弃这种功法吧 老师 现在可不是说丧气话的时候 就算这次进化坟绝失败 现在我想我依旧不会放弃它 您说过它是我踏上巅峰强者的必须品 更何况您的心躯体还需要进化坟绝之后产生的火焰才能断织 放弃修炼坟绝 放弃修炼坟绝 就等于放弃您复生的希望 弟子不愿也不从 既然你坚持 那么我的好弟子 安心修炼吧 我相信你能成功 就算这功法无法进化 为师也会想尽一切办法 让你成为巅峰强者 这里 就是坟居空间 仅仅只是黄剑低阶功法 便已有如此气势 青莲地心火 你将是天地间锻造坟绝的第一道一伙 和坟绝融为一体 小头 青莲地心火 你沉浮于我 随我一同锻造坟绝 去吧 还想逃 不听话 那就打到你听话 想逃 你也会想逃 小燕 坚持住 这玩意儿怎么这么巧悍 出事了 小燕 臭小子 小燕 臭小子 快醒醒 快醒醒 我们不要这狗屁分绝了 走 我们现在就走 老师 老师 我 我 我不走 让我再试一次 否则 我不甘心 你只是在送死 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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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坚持下去 放手 老师 你会被齐连帝西湖 伤心奔缘 放手 尔其佩 啊 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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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死 就算你融入焚局 也是老师父师的唯一希望 老师太好了 你醒了 恭喜你萧嫣 你成功地证明了这份诀 真的能够吞噬一火 她的潜力堪称无限 而你的潜力也是无限 我 我 我真的做到了 我 啊 啊 啊 我以为你会选择 你会选择 你会选择 玄机终极 老师 分剧比之前的黄机终极 整整提升了一个阶层 不错 不愧是清廉地心火 能为功法进化 提供如此强大的能量 可这过程 也是凶险至极 那种痛苦实在是恐怖 若是当时一伙反噬成功 恐怕连我的灵魂 都会被焚烧成一片虚无 这焚绝的确诡异 真不知道是哪个疯子 创造出来的 当初我和他们费尽千辛万苦 才从那该死的地方找到这东西 老师 距离那三年之约还剩多少时间 两个月 嗯 纳兰燕燃 最后两个月 你可准备好了 只要坟绝继继续吞噬异火 打倒天界 就能让老师附身了 海波东那里的净联妖火残徒 我们必须拿到 可惜 在十人族神殿里 忘了找寻沙之曼陀罗 臭小子 你看这是什么 你忘了回事我可没忘 那还等什么 那还等什么 老师 我们去找海波东喽 哼 这臭小子 啊 这跟残徒究竟有何秘密 来了先生 哦 小兄弟 你终于回来了 真是让我好等啊 你可带回来 嗯 这便是沙之曼陀罗 哎呀 这东西可太难找了 我也只在蛇人族神殿内 方才侥幸寻的一桌 真是劳烦小兄弟了 哎 韩老先生 东西我已经给您带回来了 那份残徒 是否也该先给我了 当初我们说的是 你把解除封印的丹药炼制给我 我便给你残徒 并且日后 我也算欠你一个人情 希望韩老先生 在得到丹药后 说话算话 我这个人虽然脾气好 可也最受不了被人当猴手 我们走 我们走 此处在沙漠地底 被我用寒冰封印而成绝密弓箭 不论里面多打东京 外界也不会知晓 还挺结实的 小兄弟 炼制破额丹所需的单方与材料 都在这里了 好 海老先生 炼制丹药这种事 都有失败率 炼制六品丹药呢 我虽有一些把握 却不敢打包票 若是最后炼制失败 这责任 嗯 哦 放心 炼药师盖部负责 这个道理我懂 炼丹时 我需要绝对的安静 不能让任何人打交我 包括海老先生您自己 啊 我会守在门外 绝不会有人胆敢闯入 一切就拜托小兄弟了 老师 这里没问题吧 嗯 我查过了 那家伙并未在这里耍什么花招 破额丹 丹裂六品 具有破解大多封印之奇效 真是不错的东西 老师 赶紧动手了 就知道你会找我 这把老骨头做苦力 我倒想自己动手 可我这点炼药能力 想要炼制六品丹药 那就是作梦啊 待会儿为师炼制丹药时 你需用心体会 这会对你的炼药术 提升大有必益 明白 老师 好顶 要顶 是炼药师手中最重要的 东西 一尊好的药顶 能大幅度提升炼丹的成功率 我这尊药顶 世人称之为 黑魔 黑魔 果然够霸解 我要开始了 小年 看仔细了 去哪里 就有 我去哪里 你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这带乱 不过 古灵棱火凝结成的特殊兵体 混在丹药中被人吞噬后 会潜入体内 平时绝不会有半点异动 不过 若经过我的异火催动 这些兵体就会迅速转化为破坏力极强的古灵棱火 防人之心不可污 这只是炼药师自保的手段而已 将果然是老的吧 启丹 这就是六品丹药的威力 乖乖 这丹药都成精了吧 品相还不错 臭小子 接着 这里面竟然有股神级的力量 大概这就是破解封印的成分吧 难道失败了 看来我还是莽撞了 那家伙的实力虽然我也有些看不透 可毕竟年纪太小 去看看 小兄弟 成功了 侥幸 侥幸 勉强成功了 这就是破坏丹 小兄弟真是深藏不漏啊 老先生 丹药已经给您炼制成功 我要的残涂呢 小兄弟 待我切认过这丹药就是破坏后 残涂老夫双手奉上 我得提醒您 若您服用丹药 却因您提供的药方原因 封印依旧没有解开 难道还要怪到我头上 我千里迢迢前路沙漠 冒着被美都沙女王击杀的危险 替您寻来杀之曼陀罗 还花费精力炼制丹药的辛苦 都被你无视了 还老先生 我做了这么多 得到的仅仅是一个残途 和窦皇强者口头上的承诺 你说 我是亏了还是赚了 臭小子 口彩是越来越好了 老师 跟这种人打交道 就得先发制人 小兄弟 你放心 只要这破坏 能产生丁点效果 我都不会实验 那就依你吧 提醒海老先生 这是我最后的险上了 多谢小兄弟体谅 我这就服下蒲鹅丹 老师 这老家伙会出尔反尔吗 无需担心 只要他服下蒲鹅丹 他就无法对你造成威胁 老师 他吞下了 服力要破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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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该死的封印终于消失了 我现在又是我的黄王了 韩老先生 您这副模样 不会是要谢莫杀驴吧 这小子这半年纪 就能炼制六品弹药 此等天才只能教好 不能与其为敌 小燕小兄弟 老夫怎会忘记 你对我的相助 那种忘恩负义之事 老夫不会做 实在抱歉 刚才只是忽然恢复实力 一时间难以掌控斗器 让小兄弟受惊了 小子本来也想领教一下 曾经叱咤加玛帝国的 兵皇的真正实力 可惜了 小燕小兄弟在开玩笑了 按照承诺 这残土就归你了 里面有庞大的灵魂力量 确实是那块残土 小子我就多谢海老先生了 小燕小兄弟 对这残土很有兴趣 不过这应该只是 其中的一块残土 不知道可否告诉我 凑齐残土后能得到什么 实话说 我也只在拍卖会 见过一次这种残土 他们究竟隐藏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 自己主要是 好 诺诺 他预判出我所有的攻击路线 你去速战速决 诺诺 你服 男断服 不 人呢 这人太强了 二弟不是他的对手 垃圾就是垃圾 这点狗屁实力也配以武为敌 你呢 蛋 又来一个送死的 我再送你们心里俩一层 我再送你们心里俩一层 小人在 小心点 没事吧 你的命 今天我收吗 伏团长 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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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大哥 我来晚了 你们小心疗伤 那家伙交给我了 这家伙叫默然 不知是罗布从哪里找来的 一星大斗狮 功法是图属性 很适合长时间战斗 一星大斗狮吗 老师 这次不用你插手 我要亲自拿下这家伙的命 嗯 小子 不管你是谁 奉劝你不要引火上身 就凭着墨铁拥兵团 根本不足以与我们为敌 现在 跪在地上磕头求饶 爷爷我说不定饶你 你废话太多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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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原来就这点势力 竟敢在我们前装呵 哎 哎 哎 太弱了 哎 这力量太弱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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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小子 哎 知道多管闲事的下场了吧 乖乖的把命给我留下来 小炎子 安静 大哥 小炎子他 对方可是大斗士啊 别忘了 没有了那把古怪黑池的小炎子 才是最强壮的 你 还有这帮愚蠢的墨铁佣兵团 今天都给我消失吧 哼 完成了家主的命令 就能离开这无聊的地方 嗯 掩植磨抢 抹咱 你这小子 竟然还知道墨铁 啊 嗯 啊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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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这是大斗狮 强者方能凝聚的斗气铠甲 可惜我进入大斗狮没多久 不然斗气铠甲能抱过全身 不过即使这样 你的攻击力也不可能将它击破 斗气铠甲 难怪了 我就不信 这乌龟哥还真打烂 小子阿长 见识过斗气铠甲 死在你爷爷小周也不亏 大斗狮 大斗狮 这 这谁 干得不错 小炎 依靠自己坚信自己的力量 那是强者方才拥有的信念 现在的你正在逐渐成为一名强者 我对这谁 必须千 diseases 轻术